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到晚上的时候 罗志祥又发文澄清 妈妈没生病 别再攻击家人了 按照他否认传言一半的惯用逻辑 相当于另一半名单的部分 可信度层层上升 担心名单里的人一个都不认识 没关系 我来帮大家科普 老实说呀 这位也算是童心了 日本混血 原名萧綦玲蓉 刚上高中就走红网络 被誉为最美罗莉 有多红呢 据说学生时代呀 曾经被同班同学尾随三年 给小姑娘吓得呀 和对方直言 别再跟着我了 没有想到对方含情默默地回了一句 我知道会引起你的反感 但我只想保护你 2013年他加入到少女团体TUNCO正式出道 曾经在西门丁节育广场上面跳过舞 还上过综艺玩很大 大学生了没 以及康熙来了的素颜单元 跟吴宗宪小鬼有个合影 关系不错 注意和罗志祥的交集啊 已经开始越来越多了 直到登上了小猪本人坐镇主持的娱乐百分百 随着登上百分百的频率越来越高 他的座位呀 也基本安排在罗志祥的旁边了 AKA舞台中心或者是镜头角度最好的位置 这位小姐姐最近在社交平台上的动态 是一番岁月静好的模样 也不知道这次被点名还能不能静好下去 二 网拍女魔张香香 元祖籍的网红呀 十年前在桃园的一处饮料店打工 被人发现了 走红的方式大致类似于豆腐西施吧 此后在社交平台上迅速涨粉50万 成为关岛的购物大使 在当时台湾地区最火的部落格平台 无名小站上面呢 荣获到十大争妹的荣誉称号 也登上过吴宗宪主持的综艺大热门 这个姑娘身上发生过两件奇事 去年她被拍到小富龙起 网友们看到都十分的惊讶 后经她本人澄清 是胃胀气加胃下垂 所以一旦快速进食的话 就会变成三小时的孕妇 另一个方面是曾经网络上有流传 一部女主长相和她高度相似的不雅视频 像到连自己男朋友都差点分不出来了 这位张香香写真风格一向是以大胆著称的 尺度能够放出来的不多 可上综艺节目瞬间羞涩的结结巴巴的 在综艺大热门上面 吴宗宪Q他今后的规划是什么 他直接回到结婚 这种反差感的猛感估计小猪也是招架不住的 这位中文名高玉文 毕业于东吴大学的中文系 也是校园红人 还没有走出校门就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粉丝 日本网站SoraNews24 曾在报道当中这样去形容她 面容甜美身材较好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刚毕业她就进入到航空公司做空姐 甚少踏足娱乐圈 可这做宣传通稿的能力 不弱于任何一位十八线挣扎的女艺人 带大家看看她身上的剔头 千年一遇美女 最美空姐 最正虎妞 甚至还自比巧本还奈 破案了 一定是这一份自信深深的吸引着罗志祥 4.pop lady 吴云婷 最后出场的这一位 演艺经历也是最为丰富的 18岁时 她参加了Channel V的比赛 《无敌青春客》获得到第五名 随即出道了 曾在吴克群的演唱会上担任表演嘉宾 12年加入到女子组合pop lady 并在两年后的 music radio中国top排行榜 拿下到港台地区的年度校园人气组合奖 演艺的履历表上面也有 稍息力证 我爱你 至圣仙师等多部的台剧 而她更重要的一重身份是 创造101的学员 诶 等一下 创造101 罗志祥本人担任导师的那个创造101吗 导师 学员 带着这样的认识往回看 首眼环节 罗志祥就曾给学员王琴出过考题 旁边的Ella借尴尬脱塞一脸问号 眼看没人响应 立马甩锅黄子涛 甚至不光在创造营 豆瓣俄组网友投稿了 街舞2录制的时候 她跟身边的男生也是百无禁忌的 再结合最近从魔爪逃脱的女孩们的集体回忆 那么问题来了 作为台宗界的一哥 他有没有利用过手头的诠释和资源强迫过女孩们呢 对于拒绝过他的女生 有没有以对方的前途来相要挟呢 如果这些猜测属实的话 那么罗志祥你要面对的可不就是胡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了点亮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